哈喽兄弟们大家好 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发一些长视频了 最近嗓子不舒服 有点感冒 今天咱又来到了雪佛兰的4S店 今天再帮老铁安排一台雪佛兰克鲁泽 国庆假期期间安排了好几台车都没有发视频 今天正好不忙了 今天就两台车给大家看一下车 这是一台24款的1.5L乐销版的雪佛兰克鲁泽 官方指导价94,900 目前这一款车上楼价也就是7万多一点 是全新的一手户的一手新车哈 车架购置税交强险商业险上盘费 所有的全部下来7万多一点点 不是你们在某些地方看到的那种包跑包税的过户车哈 所以说咱的车价还是特别有优势的 这款车和乐享版的官方制造价差了6000块钱 配置其实这一款车也不低 导航倒车影像 行车记录一就是一些该有的功能基本上都有 然后呢这个车是没有倒车雷达的 不过大家能看到哈有个倒车影像 雪佛兰克鲁泽这一款车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亲密了 如果说你的预算就七八万 这款车绝对可以考虑 现在我们看一下内饰哈 双10的25吋的液晶大屏这个和高配没有任何区别 好了兄弟们现在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开始在店里打铃牌了 当好铃牌就可以开车回家了 好了兄弟们 小布兰克鲁鲁鲁鲁鱼 克鲁泽现在已经完全轿车搞定了 这款颜色真的还是特别好看的 好哥你路上满走哈 好好好 下车辈了 好 好了兄弟们雪佛兰克鲁泽现在已经提车搞定了 我要去下一个赛斯店了 然后呢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下一个提的是啥车呢 邱瑞艾瑞德吧 现在出发去赛斯店